凭我的力量 我愿对家人及我的哥们 姐妹操 敬我的smart 不抽烟 不吸毒 无办法 随时帮助他人 遵守PS纪律 由三立都会台远东百货 进化社会文教基金会等团体共同举办 名为旋风少年拒绝不法诱惑 关怀青少年的公益活动 包括法务部长廖正豪 徐晓熙 陈志诚 孙淑美 刘汉强等多位艺人 都前来关怀青少年 平常呢 如果你在墙面上随便涂鸦的话呢 这个是非常不道德的行为 可是今天呢 在这边签名就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行为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就是我们一个公益活动 我们要呼吁这个青少年呢 都要遵守法律 不要犯法 也不要吸烟 也不要吸毒 然后呢 今天有很多的部长啊 很多的长官啊 都在这个爱心板上面签下他们的名字 还有我们的艺人朋友们 让我们来看看有谁 啊 大家的字都好吵哦 啊 只看得懂这一个 徐晓熙啊 OK 既然要关怀青少年 就让Postman和真女子 告诉我们如何拒绝诱惑 怎么拒绝呢 必须说人家问你呢 要不要吸毒 要不要 要 蛤 蛤 不行的 蛤 是要 不行的 对 要不要吵烟 要不要 要 是不行的 蛤 是不行的 对 所以呢 要跟人家 如果人家有这个不法的这个引诱呢 要说不 一定要很坚决的说no 好 那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 呃 今天这个活动喔 既然放上连聚的不法引诱 我们要告诉大家 不吸毒 真好 真好 不抽烟 真好 不标 真好 不标春 真好 那总之呢 真好是我们的歌 而森淑妹者有话要告诉 和她一样正在放暑假的青少年 现在年轻人都放暑假 我也是一样 那放暑假又做什么呢 可能就是会 年轻人啊 会 呃 去玩啦 或者去一些地方 去唱KTV啦 然后去兜兜工啦 可是最重要的呢 千万千万不可以被那种 不良的朋友 或者去那种不良的场所 那我在这边呢 呼吁很多青年朋友 能够多做运动 然后多到校外去玩啊 大病初遇 又剪了新髮型的理理人 和刘汉强 则也建议青少年 多走向户外 暑假 青少年在开始放假的时候 我想 我建议一点 我想可以多从事一些户外活动 比如说打球啦 那所谓 可是户外活动不要想歪了 不要想到去飙车 那是非法的活动 我想打球 然后去海边玩 然后去户外交流 我想都是 都是一些很正常健康的 一些户外活动 对对对 比如说现在野放暑假 很多人在考试啊 你像考试就是很好的户外活动 还是陪考才不及 陪考 连爸爸妈妈都有一个很好的户外活动 当然 平常最好的休闲娱乐 在家还有看这个 完全娱乐 完全娱乐 PS 对对对 在节目的后半段 主办单位还安排了另一项健康的休闲活动 直排轮表演 对看我们节目的小孩